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的思想以佛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到最后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就是代表敬拜上帝 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什么意思呢 天上地上的每一个人 或是每一个存有物 都从上帝而出 也都倚靠上帝而活 并且最后也都要归给上帝 都是这个第十六节 因此保罗说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原文是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圣灵他的灵 叫你们里面的人的力量刚强起来 感谢主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们里面是新造的人 这是指的我们个人的部分 神的大能大力要运行在我们个人里面 使我们的新人可以刚强起来 不要活在过去还不认识主的时候的 各种不讨主喜悦的生活 在第二章保罗告诉我们 那叫做活死人 看起来是活跳跳的 但是在神言中已经是死人 并且在这个第二章里面 第二章的第十五节里面 保罗也说 这个新约的福音 就是要让犹太人跟外邦人 废掉他们中间隔断的墙 以至于然后废掉他们的冤仇 冤仇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 比较是这个就是他的厌恶 或是彼此有敌意 那你如果知道犹太人 他们看自己是蛮骄傲的 他们认为外邦人不是人 外邦人是狗 虽然我们很喜欢 就有一个人名字叫迦勒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 迦勒这个的名字是狗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狗没有什么不好 在上帝眼中狗没有不好 但是犹太人就是很骄傲 他认为外邦人 这个是在神眼中是没有价值 但是神从来没有这样想 因此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新人 其实有个人 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 而成为新造的人 被领养成为神的儿子 也可以有团体的新人 就是犹太人加上外邦人 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缘故 被联合成为一个团体的新人 指的是什么 教会 因此不论是个人的新人 或是团体的新人 神都要把他的大能大力 圣灵的大能大力 运行在个人跟教会当中 非常感谢主 这就能够成为新造的人 十七节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心 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爱心指的是我们对上帝的爱 我们愿意为上帝而活的这种爱上帝的心 他是需要有根基的 这个根基是什么 这个根基就是我们先被神爱了 并且我们知道是神先爱我们 所以神爱我们 是我们能够爱神的根基 所以保罗花了很多的力气 跟这些外邦的弟兄姐妹们解释 你们真的是神的儿女 你们不是在做客旅 你们也不是局外人 你们如今是神家里面的人了 神也拣选你们 神没有撇弃你们 神爱你们 他甚至爱你们到一个地步 让他的独生儿子为你们而死 他这样的爱 难道还不具体吗 因此上帝先爱我们 在我们还做罪人 还做他的仇敌的时候 他就让他的儿子先替我们的罪而死 这就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 向我们显明了 使我们明白神的爱 神的爱是我们能够爱神的根基 并且神的爱 会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滋长 因此保罗在第一章也一直为他们祷告 求圣灵帮助 这个以佛所教会弟兄姐妹 可以真知道神 可以更知道神 可以更知道上帝的美好 以及对我们的爱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因此的十八节说 祷告让你们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的怎么样 长阔高深 并且知道这个爱是超过人所能测度的 超过人所能想象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感谢赞美神 神的爱是我们回应神 来爱神的根基 并且神要在我们这一生当中 在我们个人 以及在教会这个集体里面 这个个人的新造的人 跟教会这些新造的人 使我们每天经历神更多更长阔高深的爱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什么意思呢 弟兄姐妹我们来想象一个画面 在你面前有一个站起来的三角形 三角形的下面呢 比较宽对不对 这个就是代表什么样 神借由耶稣基督要叫世界上所有的人 包含犹太人和外邦人 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往上 他们从四面八方过来 在这个三角形的底部 然后呢往上仰望 三角形的顶端 同归于一 不仅是要使外邦人跟犹太人 在基督里都回到上帝的面前 与神和好 也要叫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 因为人犯罪的缘故 破坏了这个世界 也要让这个受造的世界 也回到神的面前来 所以是从三角形的下面 往上仰望神 重新与神和好 大家都回到神的面前 同归于一位上帝 一位我们的天赋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三角形的上面 往下看 从三角形上面的顶端 往下看 就是从耶稣基督那里 他复活升天之后 这个上帝就将 叫他坐在他自己的右边 并且将上帝所有的尊贵 权柄荣耀 以及各样属灵的福气 各样的恩典 信实公寓圣洁 完全以耶稣基督分享 因此耶稣基督 就从这个三角形的顶端 把所有他从父那边 所分享来的 跟我们怎么样 分享 分享在基督里面 所有的信靠他的人类 分享在这个 重新与他和好的这个世界里面 因此呢 就是这边所说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先充满了你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要从三角形的顶端 把他一切的 分享给 在他里面 与他一起同归于一的 人跟世界万有 他的恩慈怜悯 他的权柄 他的国度 要充满万有 但是在充满万有 这个过程中 他会先充满谁 充满教会 他先充满教会 好让教会 把从神这边所领受的 把跟 把教会跟耶稣基督 一起团契所领受的 一切的丰盛 神的权柄 神的旨意 神的信实良善 藉由教会 再往外面 分享出去 因此在神的眼中 教会是非常的宝贵 以至于在第一章里面 他说 教会就是基督的什么 身体 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是为了教会 做这个世界 和万有的头 这个头 所要成就的一切的 意念与旨意 都会透过他的身体 就是教会 来实现 因此 我们要为教会祷告 不要轻忽 教会 在上帝 计划中 重要的位置 不要说 就我跟神就好了 中心不要卡一个教会 卡教会好麻烦 不 如果你是这样想 你就会完全错过 上帝美好丰盛荣耀的旨意 第二十节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 心里面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他在教会中 你看又来了 他在教会里面 他的旨意 并在基督耶稣里面 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阿们 感谢赞美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更新我们里面的人 使我们靠着你的能力 刚强壮胆 不再过以前的生活 而是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主我们也感谢你 你这位充满万有的 你要先充满你的教会 并且使用你的教会 做你地上的身体 把你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 你一切的恩赐 信实良善公义圣洁 借由教会 再把它流传出去 谢谢主 你这伟大的计划 因此恳求你 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教会 都走在主的旨意跟道路上 成为主贵重的器皿 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